所以最重要最重要的,我們就是需要bending 它就是硬力等於 moment 乘以 epsilon 除以 i 然後 twisting 就是這個 tau 會等於 talks 乘以 r 1 除以 j 那如果以圓這個截面積 或是叫做以圓柱了好了 以圓柱為例 那你可以去找一下圓柱 我找給你看 我只要如果可以上個網路我就直接查給你看 快下課要提醒我 不然我會講到沒完沒了 連不上 連上了 好那你就可以 你就打說 呃 area moment of inertia 然後你就打 這樣就好了 area moment of inertia 就是面積局 有點慢 多慢 有有有有有 那你就 看這個 你看那個 google很方便嗎 它又是 second moment of area 有很多名字 進去 進去 看可不可以連上wifi wifi會比較快一點 有了 啊 連不上wifi 訊號太多 訊號太多 那 那 比方說 這樣子 這個叫做x 叫做y 好了 那 i x 這個如果半徑是r的話 i x 應該是 應該是64 應該是64 是64嗎 我想一下 好像不 好像不 好像是64 分之 pi 啊 四方 是不是 好像拍d四方 拍d四方 欸 欸不對 好像不是這個 還是 等它好了 啊 我知道我用手機 用手機 啊 你如果有興趣自己上網 按一下 64分之 pi d四方 64分之 pi d四方 不是r 就是直徑叫做d的話 那 這邊 插一下 按錯 那 因為它是這個軸對稱 所以它也會等於 i y 然後按照我講的 j呢 就是 i x i y 所以j的話就會是 那個 它的兩倍 所以就變三十二分之 pi d 四方 好 那如果你把 這兩個公式帶入你的bending的話 所以你的 這個 圓柱如果產生bending 那 它的 ε 這個位置的 硬力會是多少 就會是你 啊 那我們現在就要定義啊齁 就是說 我現在就定義齁 那個 ε 跟 r1 都是r 就是 我是在分析那個圓柱它的 最外進的位置嘛 所以當然我那個 ε 也是到最高的地方 然後 我的tork也是看最外圈 那既然他 那等於r的話 r就會是二分之 d 就是 直徑的一半 所以我帶進去你看哦 i 其實就是 i x 那就是 pi d四方 然後這裡除以64 然後這裡是moment 然後這裡就除以二分之 d 所以這裡就會得到 32m 除以pi d三方 然後你的tau的話就會是 tok 除以二分之d 這裡就會除以pi d四方 除以32 所以這裡就會有 16tok 除以pi d三方 好這個是我們上次 在 帶入一些公式的時候 直接告訴你 用這兩個式子 那今天就正式 我一次推給你們看嘛 好所以 我們 我就 再回顧一下 比方說我回顧 假設我用 那個 maximum distortion Distortion energy 這個model 所謂的mde 那我這個model 如果我是 Plain stress 的 problem 就平面硬力問題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第三方向是沒有硬力的 那我這個公式的話其實就是我的 Valmissi stress 要小於等於我的降伏強度處理安全係數 這個是最大起變的模型的 那Valmissi stress 又是什麼 Valmissi stress 那時候就知道他就是 Sigma1'加S S1'加S2' 然後再加上 再減掉 S1 S2 我記得是這樣 然後 那我們又曾經探討過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剛好圓柱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就是這裡是Sigma 然後這裡剛好是我的TOW 就在那個圓柱的表面的某一個位置 剛好有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那我的木耳圓會告訴我什麼? 我的木耳圓長這樣 我的木耳圓會告訴我這裡 這一個位置是Sigma 然後這裡是TOW 所以這裡的那個半徑 半徑會是 呃 根號 二分之 Sigma 的平方 加上 TOW 這是半徑 那所以我的S1 S1 就會是 我的 二分之一 Sigma 加上 根號 二分之Sigma 的平方 加TOW 平方 S2 就會是 二分之Sigma 寒 然後我們已經曾經試過 透過這個木耳圓 阿 分析出來的SES 2 帶到我的 這條式子裡面 帶到這個設計公式裡面 我們曾經試過帶進去 那我回顧一下我們當時在哪帶的 我們當時啊 就在maximum distortion energy maximum distortion energy 我們帶過了 就是這一頁 完全一模一樣 我剛剛推的就是這些 一模一樣對不對 那我帶進去以後 最後結論是什麼 推出來 vangmisi stress就是 硬力的平方加三倍的 tau 平方 所以 再辛苦一次帶的話 結果也是一樣的 我們就直接用 所以從剛剛我的回顧 我的回顧裡面 最後這裡就會有個結論 我的sigma 平加上三倍 tau 平 應該要小於等於降伏強度除以安全係數 然後 配合我上面 以圓柱為例 已經知道 原來我的sigma跟 tau 是這兩個四值 那就帶進去 所以最後得到這個結果 三十二 moment pi d 3 的平方 加上三倍 十六 t pi d 3 所以就變成這樣的式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樣的式子可以幹嘛 那在 探討他可以幹嘛之前 探討他可以幹嘛之前齁 我們不能忘掉 他怎麼來的 我把已經考量在這些 這條式子裡面的所有事情 我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 彈性力學 然後第二個 我們有分別探討 bending 還有 twisting 對不對 我們有bending 也有twisting 然後第三個 我們是有 考慮安全係數 safety factor 然後第四個 我的這個 小於等於的這個公式 是從 最大 distortion energy 的model 來的 它是一個破壞力學的模型 maximum distortion energy 的model 來的 那 我們還探討了什麼 就這樣 所以 喔當然啦還有啦 就是這個是一個圓柱 喔圓柱 就幾何也很重要 啊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受力狀況 剛好是 平面 力學 然後又剛好是這一題 就剛好這一題而已才是 有這樣的獅子喔 所以在滿足這麼多事情的條件下 就是推出這個獅子來齁 一個又臭又長的獅子 然後他可以幹嘛呢 今天如果我 知道我的外力 bending moment 就是m 知道我的twisting moment t 知道我的圓柱的直徑 小d 然後選好一個材料叫做 那個 降服強度選好 然後 這個是只剩下誰不知道 就安全係數 我就知道這個東西有多安全 然後如果這個多安全的數字呢 超過1 就表示安全 他就是一個 如果剛好算出來是1的話 就是說你現在這個受力條件 剛剛好要降服 就是如果全部算出來 就安全程度是1 那就是你已經在降服的靈界 那如果你的安全程度是2 那就表示說 你離降服啊 還有一倍的空間 因為我們去回想一下 那個所有設計概念 就是一個邊界嘛 然後安全係數就是 在邊界上就是1嘛 如果我安全係數2的話 就是往內縮 變成一半那麼小 所以安全係數當然越大越好 當然就是成本一定會去越高 那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 如果我現在不知道的那個數字 是降服強度 我已經定好我要的安全程度啊 其他都知道 那安全程度就是在算什麼 選材料 我一定要選一個 那個 降服強度至少多少的材料 那第三種就是 我的位置數是小低 那最後你就會計算出 我的直徑至少要多粗 那第四種就是 我其實在算我的受力條件 就是我的moment跟talk 就是我固定的直徑 固定的材料 固定的安全程度 那我可以承受的moment跟talk 分別是多大 所以其實這個公式有這麼多的內涵在裡面 所以就是 這個是選材料嘛 相符相度選材料 這個是選安全程度嘛 然後第一就是選尺寸嘛 然後m跟t 不要用斜線好了 m跟t 就是你的外力嘛 所以你的設計就不外乎是 選擇某一項 那 如果我今天在設計的時候 我有 就是 我又要選尺寸 然後又要選材料那怎麼辦 就是我有兩套位置數 那其實也有就是說 那我先猜嘛 就是 我先 比如說我根本不知道我這個東西尺寸是多粗 然後呢 我比方說 我還在選材料 那就是我也還沒決定好我要什麼材料 也還沒決定好我要什麼尺寸 那有的時候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先假定呢 我的尺寸是一個尺寸 然後選好那個尺寸以後就去看 喔 那個材料至少陽式係數是多少 然後呢 我去看我的這個可以選購的材料裡面發現 喔 有一個材料 因為材料陽式係數不會剛好跟你算的一模一樣 所以你又去選了一個你買得到的材料的陽式係數 放帶回來 就帶回來以後 你要再去反算你當時的那個尺寸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來來回回的去交錯的去互相反算 然後最後決定 欸我有算出一套這個設計的尺寸 還有這個你選用的這些數量級 都是你滿意的 那你就結束 你就完成你的設計 OK 所以這個是軸分析的部分 好 好 那 我還有時間吧 我來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這個可以看一下課本 就是 什麼叫做硬力集中 stress concentration 一百二十四頁 這個 呃 硬力集中這件事情啊 是 一個 在 正 一般的機械設計上啊 都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們從 到今天為止啊 我們所學的所複習的力學都是一個很單純的力學 要嘛就是長方柱啊 或是那個原柱啊 哦 我們都還沒探討說 真正的那個機械結構